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网友有点自己的思考 理智吃瓜 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近日有媒体拍到雷佳英深夜搂着美女出门 被说有老婆的人在外面还是注意点吧 雷佳英凭借《我的前半生》里的前夫哥大气晚成 后出演不少的影视作品 再加上参加不少综艺的录制 雷佳英成了炙手可热的男星 也确实是红了 但人红就容易飘了 雷佳英那天和美女深夜亲密互动 被吐槽桃花防不住 雷佳英戴着帽子 口罩包裹得很是严实 美女长相清纯可人 雷佳英个子本来就高 轻松把美女搂在怀里 雷佳英曾和佟丽娅一起主演电影《超时空同居》 二人还同影《一瓶可乐》 当时就被传言婚变 短短一年的时间 雷佳英再次被拍到和神秘美女勾肩搭配 有老婆的人在外面注意一点还是好一些 娱乐圈本就是充满诱惑的圈子 不少模范男明星为了不给自己出轨的机会 比如佟大为 陆毅等人 他们拍完戏就回家 从不和其他女性有过多接触 雷佳英怕回家贵搓衣板的话 就应该和其他女性保持距离 才能让人幸福 雷佳英的老婆是她同在上戏的同学翟旭飞 两人都是演员 不过这些年来 雷佳英在外忙着拍戏 翟旭飞很少出现在公众饰演中 也很少秀恩爱 2020年1月份的时候 有网友在超市 偶遇到雷佳英和老婆逛超市 二人看上去十分甜蜜 雷佳英与其和骂他的人争辩 不道歉之类的话 确实不如好好反思一下自己 名气是大了 可如果真的有疑似出轨的事情爆出 身败名裂也是一瞬间的事 作为一个已婚男性 有老婆的人 就应该和其他女性保持距离 才能够真的让人幸福 也不至于给自己有可能犯错的机会 你说呢 And 他走了他走了 右下角点个赞 再走啊老板